文字幕 令狙献 教主又做什麼? 著法很有嚴重 這麼多食材在這裏煮什麼呢? 今天是很適合夏天的 年次 蝦仁、金華火醉、赤肉、瑤柱和陳菇 枯枝肉出 今天只不過拿這些材料 用來煮一個瓜粒湯 冬瓜粒 一粒白補冬瓜粒湯 希望大家都喜歡 是一個熱辣辣的天氣 燒薯 對嗎? 不要熱點水 不要滾一點水 硬的材料 像年次這些 年次這些 預備早泡幾個小時 放進去沸騰 這些我已經泡了六個小時 海年次 等它稍後會快軟一點 乾燥柱 乾燥柱 乾燥柱也是 出味 乾燥柱 要怎麼做呢? 炒一炒 然後用水浸 用一斤 花叉 壓它就碎了 在這裏 放進去 讓它有味 好味好味 好 火腿 放進去 給味 的 你說這個湯好不好 味道 最惹味的 瑤柱 火腿 都在這裡 燒起去 先 先把菇 放進去 邊炒下去 除了一些菇的聲音 煮多久,菇就香噴了,放進去 很棒,我真的喜歡這個 比冬瓜粽更多 這個時候,我把瓜粒放進去 所以你看我加水,我都是半鍋 要是要煮了,冬瓜下去 嘗一嘗味道,不夠 我都覺得差不多,給多一點魚露 我先看一看 我大概給了一茶田魚露 我覺得足夠,給多一點胡椒粉 一個非常便宜的人 又簡單又大體,八寶瓜粒湯 是不是很容易做 大概煮到七、八分鐘左右 那些瓜又不適合,煮得太軟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切的時候 樣樣都差不多,小小小小小小小 那些瓜粒湯,很骨子地咬下去 果腿、青肉,全部這樣 色色就可以了 一個這麼燒樹的湯,大致上 最後我把蝦頭放進去 讓它再鮮一點 那我準備一個百寶冬瓜粒湯 不是百寶冬瓜粒湯 百寶瓜粒湯 希望大家都喜歡 簡單易做,是不是 那每個人都做得到 不用整個冬瓜 這樣 坐在這裡都不知道找什麼地方來燉它 最好了 家裡就真的艱硬一點 好,那一碗這麼足料 在夏天這麼少少的百寶冬瓜湯 就完成了 蓮子粉,湯就鮮甜 希望大家喜歡在熱天煮這個湯 都是過一句 膠珠做得好的 你們會做得比我更加好,好嗎? 拜拜 支持豬工資